监视器画面拍下,一群人恶狠狠爬上楼梯,其中第二位身穿白色帽梯,戴着黑框眼镜,手持棍棒的女生,一进门立刻掀发巨人,砸烂柜台上的装饰品,接着对柜台旁猛力敲击,最后打破门上的玻璃,随后离去。 再看一次,门口拍下一行人,只有这一位女生,姿势大喇喇的拿着棍棒进门砸垫,整片玻璃碎满地,随后带队离去,在楼梯间还一路敲打上方的镜子,行径相当恶劣。 就是她被靠上手铐走在第一位灵性主贤的后面,身材娇小,还戴着一副眼镜,看似学生样,竟然是带队砸垫的帮派大姐头。 日前帮派与市区一家PUB发生消费纠纷,心生不满,欧姓女子立刻找来三名帮众,亲自带队,到店家破坏。 年仅23岁的欧姓女子被逮捕时脸上戴着黑色方框眼镜,身穿黑色上衣,左手代表,加上米白色短裤,身材瘦小,皮肤白皙,一点也看不出来,会常帅众杂垫,恐吓被害人。 来成立所谓的中联会,他也吸收女性的干部,我设计杂垫。 灵性主贤刻意培养的女性干部,手段凶残,常率众杂垫,逞胸斗合的模样,年纪轻轻,不学好,还是得面对法律的制裁。 记者朱利语,请基隆采访报道。